接替沈祖堯成為中文大學第八任校長的段崇志 在元旦日離身 她在近日參觀完校內設備後 首次正式回見傳媒 過往在美國大學從事多年教研工作的 新任中大校長段崇志 在記者會上說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仔 非常榮幸出任中文大學的領導人 能夠回到故鄉香港 為師生服務 是一生中最開心的事 又說會以開明、尊重、以身作則的態度 服務中大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university president is to serve and not to be served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來是要服務 為大家服務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今次回來 實在我有眾人在身 我想第一個任務 就是要保存中文大學的傳統 尤其是人民精神和通識教育 大家都知道 現代二十一世紀 日生月兒 將學者和學生都能夠準備好 預備好他們的學問 能夠接受挑戰 又是另外我的任務 但被問到如何維護院校自主和處理校園港獨標語的時候 段崇芝就未有正面回應 大學現在已經有了很明式的立場 和明確的一個措施 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 當然是大學的基石 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所以這個一定我們會鞏固這些核心價值 但是我也很希望大家在討論 在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裏面 要有理性和和平的方法去討論 不過當記者再追問校園港獨的問題時 段崇芝只是表示 在未來幾個月 會有很多機會和學生會面 然後再沒有回答任何記者的提問 轉身匆匆離去 Live TV記者 徐家旬報導